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了他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为一切非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詐 因他们不宁愁 珍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我们就到这里 第三节讲到 无论用什么方法 你们不要让他有话 因为那日子 即是说到世界每日之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你会见到很多人离开真道 和反对基督教 反对神的宗教 因为很多人 因为不法的事的争多 所以人的爱心就冷淡 基督徒很多冷淡就开世界了 就是你会见到很多人离开宗教 很多人甚至牧师会出买信徒 那你会说 这样我还信什么耶稣 因为我们信耶稣 我们不是信牧师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要受他的影响了 会有很多离道反教的事 还有这个大罪人 还有沉伦之子 他英文是有用的 就是根据原文 是那一个 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大罪人 是那一个大罪人 就是沉伦之子显露出来 这个讲到就是敌基督的 因为没有用这个敌基督的字眼 不过他跟着看下去 你看到他是敌基督 他是抵挡住 高抬自己超过一切 称为神的 这个已经是没有人做过的 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是超过所有的宗教 意思是超过一切的神 这个人物是人物 将来他会将自己高抬 超过一切称为神 和一切受人敬拜 就是他受尊重的程度 因为他为什么呢 后面讲到他用魔鬼的神迹 那些不是神的 不过中文没有一个字眼 就是说魔鬼就是魔迹 不魔迹 所以那些人就拜他 和他有经济的能力 政治的能力 这个是在《启示录》讲到的 他说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自称为神的 这个神的殿是什么呢 有三个不同的解释 神的殿可以指263的圣殿 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殿 第二 可以指到教会 第三 可以指到基督徒 就是神的殿 圣经里讲到 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 教会也是神的殿 这个坐在神的殿到底是坐在耶路撒冷 因为坐在教会 有些人就认为天主教 这个是 由玛丁路撒开始 已经讲到 因为他将教皇的权力提升到 和圣经一样 教皇讲的和圣经同等权力 所以他觉得他是敌耶督 但他还未曾做到这些 天主教并不是很多人去拜他 信靠他 这个人物是有这种能力的 他坐在神的殿里面 自称为神 他说我在这里的时候 曾经讲过给你听的 现在你都知道有什么难了他 这个可能就是神 神未到时候 难了他 他不出来的 然后呢 第七节那里说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这个不法的隐意 就是一个罪恶的隐藏的活动 一个隐藏的罪恶的势力 现在是不是很多罪恶 这个就是说到这个隐藏的罪恶的势力 一直在发动着 只是现在有一个困难的 就是困难住他 但是他仍然不够是在发动着 你现在发现很多罪恶 什么都要公开 很多人去推行 就算在幼稚园小学 他都会推行同性恋 推行他们的恋爱的方式 就是他们的罪恶方式 他们是会推行的 然后呢 等到这个困难了的被除去 那时这个不法的人 就会显露出来了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所谓所说的敌基督 主耶稣要口中的弃灭着他 这里就说得很快 这里就马上说到每日了 这里就说到每日了 全国家一起将权力交几句 一个这样的人物出现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物出现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我希望你会真是说 现在基督出现了 世界每日出现了 这个会期了 我希望大家会跟从 因为如果你受了这个印记 圣经说到 明字在生命冊上 就不会受这个印记 这个印记很可能是回不回头的 但如果人家抓紧你 和你受的印记 那你又不用 求耶稣你保守我 这个是他逼我 我没有受的 这个印记 现在有些人这样看 有很多人已经发明了一种东西 就是不如 麦克风筹 小小的一个晶片 可以放在人的手上 例如你身份和所有的资金 都可以看完 现实上有些地方有人在用 有些病人 他们的病历 就放了麦克风筹 放在他身上 他随时去哪里就可以知道 那麦克风筹本身 就不是迪基督 但将来迪基督 就可能 可能 就会用这个系统 这个人就控制三年管 但是神是掌权的 神真是掌权 神就会保守基督徒 但也有很多基督徒被杀 但我们又不用怕 神会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这个第八节 讲到就是 耶稣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亲战毁灭这个人 这个人 圣经讲到第九节 他说 这个不法的人来到 是照撒但的活动 运动行各样的二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即是他会行很多假的神迹 并且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 出于不义的鬼站 去欺骗他们 骗他们 魔鬼是欺骗人的 你知道魔鬼教的人 以为他们去到地露 是会有特殊对待的 他以为他们去到地露 就会很舒服的 上次这个魔鬼教的人 他经常告诉我 他说他那个朋友 Vicky 他以为魔鬼很好 这么靓 一走完怎么知道 是黑暗的 他一抱他的时候 他已经全身受伤 他已经大声哭叫 你想想 魔鬼地獄 他会不会陰代 那些跟从他的人 是不会的 因为他是骗人的 因他会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 始他不得救 他们不肯领受 爱这个真理的心 当我们听到这些 我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圣经说 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就应当挺身忘手 因为知道你得熟的人日子 禁了 就是耶稣快要回来 我希望大家听到 就是知道 我们看先兆 那么多应验 你会不会醒悟呢 圣经那么多预言 真实的 你会不会醒悟呢 我真的要跟从耶稣呢 那么多人经历神 圣灵的工作 那么多人经历神的医治 我们会不会醒悟呢 有那么多人 他们死后 他们会见到耶稣 见到天堂 见到地狱 真的有天堂 有地狱 在网上 很多人说到 见到耶稣 那么你会不会醒悟 真的接受耶稣做求 其实有耶稣不错的 真的非常不错 是非常好的听悟 你会一生得到神的福 得到力量 我什么时候 我旗亲土 我这个礼拜 我是照顾师母 但是我祈祷是多了 因为我在家里的时间多了 我会很多时间祈祷 我发觉一祈祷 神的力量在我身上很大 神是会祝福你们的 神的能力会祝福你们 当你来到神面前 靠耶稣赦免的罪 靠耶稣救你 可能你说 我未认识救 我可以帮你知道 你未认识救 你想认识没有问题 因为祂是真理 你无论用什么角度去尋找 你都会发觉是真的 在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都未知了 我只知道些少证据 你才能听到些少证据 当时我就说 神如果你是真的 我就相信你 神就在我生命中 开始祝福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开始说 耶稣救我 你赦免我的罪 我有曾经得罪过 说过大话 伤害过人的心 我没有感谢这个真神 求耶稣赦免我 耶稣就会祝福你 你会开始 经历神的平安 祝福我邀请大家